来 请让一下 雷部长 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准备爆破 你看不出来吗 爆破 我看你从根本上是想蓄意搞破坏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整个南海工程最耻辱的日子 你来得正好 我问你 何如何工程师早就向你反映过这个情况 你为什么不派人来查 要是你当时进行了处理 混凝途中就不会漏放钢筋 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要炸掉漏筋断 来重新交通的地步 今天他亲眼看到的图纸又一次向你反映 你依旧是不理不睬 你这个副总经理就是这样主管工程的吗 我这样主管工程怎么了 安全翘墙体中的钢筋 成百上千吨用着 漏放了区区一百来根 至于你这样小题大做 又是停工又搞爆破的吗 周知 安全翘的设计强度是要能够承受得了 一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就是少放了一根钢筋 都会降低设计能力的 你懂吗 你少吓唬人 少放了一百来根 就承受不住撞击了吗 再说了 就算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怎么就偏偏撞在漏金段上了 周知 我只能说你无知 李部长 我请你不要恶语伤人 就算我无知 但我至少还知道 任何工程的设计 都要打出余亮来 对不对 余亮不是为了迁就人为错误的 也不是为无知腾出空间的 好了 你不要在这妨碍我们的工作 到底是谁在妨碍谁的工作 你明明知道今天检察团 和董事会成员都要来 却偏偏在这里制造事端 我问你 是谁给了你下令停工的权利 作为一个工程部长 在出现事故的时候 我有权责令停工并进行处理 你懂吗 你这是为了在证明你自己正确 做给董事会看 你这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借题发挥别有用心 我绝不允许你用爆炸声 给整个南海工程抹黑 我命令你 立即停这爆炮 马上组织复工 你想在工地发这样的命令 还是等你当上了总经理以后再说吧 老罗 我们干 雷沫 你 周副经理 请吧 来 大家散开 快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干 北公 拆掉模板的这一段 就是漏放钢筋的地方 是的 核对了图纸 和反复查验钢筋数量之后确认的 炸掉重新铺放钢筋是唯一的办法 那漏经段 影不影响其他地方的事故 暂时不影响 但是已经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混凝土 越往下会越难处理 而且定向爆破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既然这样 那就把漏经段先留一留吧 什么 什么意思啊 留一留 留一留的意思就是现在不仗 其他地方照常施工 董事长 你们两个这样针舰队蛮萌的 叫我怎么办 董事长 同志们 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到现场来检查工作来了 大家热烈欢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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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tails